书友们,今天咱们一同来写下风华绝带这四个字 那么第一个字呢,我们就赶上了难点字了 首尾两节比较重啊,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 而且呢,中间呢,大家写的时候呢,不要一成不变 中间呢,要写细一些 折下去,忽然加重,然后往里缩,再往外放的时候 变细,然后又加重 你看,首尾两节很重,左边呢也是如此 所有的横笔都很斜,一律都很斜 这笔很斜,这笔很斜,这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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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样的 封字呢,它算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字 因为里面有个隔钩在里面 反正涉及隔钩的字呢,我认定都是会比较难的 这里是一横,这里是一点 而且呢,它怎样斜,这边就怎样斜 旋真数呢,距于中间 这边很考验一个人的空笔能力 很多人写这个旋真数的时候 它容易写偏了,或就偏向这边 或者是偏向这边都是有的 突出了这个部分呢,比较长 末尾的时候呢,一定要稳不要出现属须 一直写旋真数的时候 一直强调这一点 因为这个数,这个选真数它是会比较难的 比较细长 树沟,树弯沟也是会比较难的 难是在这个转折角 很多人也是转过来的时候不够顺畅 不够顺畅 飓风不好的时候呢 提起来呢,也是有影响的 我们把这一点 我们写这个带字的时候呢 我们又遇到葛沟了 这葛沟呢,是无处不在的 凡是有带葛沟的字 大家都是要加倍的练习 只能这样说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字 那么今天我们对这几个字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书业们 咱们一起来写下方华二字 两笔往这个中心点聚拢 数笔 这里这段距离呢 是很宽的 那么这一笔呢 撇下去的时候呢 是上面比较窄 下面比较宽 也就是说 它是延伸出去的 还有就是这两笔的上下关系呢 也是要注重好的 上一上一下很明了 不要出现位置颠倒了 这是好多的 那么四等下的 就用这一笔旅 后面也在酒 Naomi 过来的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那一笔旅 那一笔旅 那来 说 好多的 对 好多的 树笔最重要 从这里下去的时候 这一笔一定要写重一点 如果不写重的话 整个字就缺少一种厚重感 有点飘了 这个滑字 上面比较宽 这中间比较宽 那么这里比较窄 到这时候要开始变窄了 它是这样一层关系的 那么我们对方滑这两个字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书友们一同来写下林峰至亲这四字 不要太长 到这里手折下去 稍微探出来一点就够了 感谢大家 像这三个口呢 其实这个口呢 大家写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意识的把它写大一点点 平衡整个结构 加重 这边往上抬 往这边甩 再提上来 风字也很难写 我之前有专门讲过一期风字的视频 大家可以回头翻看参考一下 要细长了 这点呢会比较高 最后一点呢有点高又有点重 往这停做的时候 稍微往左边刷一下 这个沟呢 很低的比这边还低 而且呢这个沟呢还会比较重 轻 那么我们对这几个字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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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